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然后西岛应该是除海南本岛之外 反正也是不是最大的几个之一 所以在这个地方进行 印度气候变化的这样的一个试点试验 其实是有很大的释放意义 那么我们零碳岛 更多的就是首先是能源方面 更多的使用低碳甚至无碳的能源 我们的人类活动 也像衣食 住行 交通 尤其是在岛上因为来往的岛 都是要坐船 对吧 到了岛上以后相关的这些住宿 尽可能的去减少能源的消耗 能源消耗减少以后 烫排放可能会降低 除了在排放档减排以外 其实在固碳档也是继续做很多工作 你把这边的生态保护好了 然后让固碳量增加 这个其实就会抵消一部分不得不排放的烫 但是如果我觉得规范好 有力度大的话 甚至有可能成为一个副排放的岛 都有可能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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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